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施智先生 郭Sir早安 早安 歡迎大家擁約打電話來 電話旁邊已經有位陳小姐 陳小姐 是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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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早安 怎樣 是 我想給水泥谷換了雷氏照明好嗎 好 你插著哪一隻 814 哪個好 我問哪一隻 814 北京 驚嚇龍或者4.2 雷氏照明 好 那水泥谷可否轉馬去 北京驚嚇龍814 或者4.2 雷氏照明 雷氏照明 之前見到內地方面 政府對LED產品提供財政補貼 見到一眾相關的股份也都爆升了上來 雷氏照明也是其中一隻受惠股份 郭Sir 如果是814和4.2 兩隻選一隻 我想我會選擇雷氏照明 因為北京驚嚇龍是日常消費品分銷商 概念當然有 一個零售的概念 估值也不算高 15倍的市盈率 但相對來說 雷氏照明由於有政策扶持 我自己覺得 如果兩者選一隻的話 我想我會選四條二雷氏照明 只不過技術上來說 現在正在捱一個月的高位 能否突破就比較關鍵 不過風險相對來說又不是那麼大 事實上整個月最低都見過3.07元 當然不知 由3.07元上到現在3.47元 或者3.5元左右 累積了十幾%的升幅 大市也是處於一個猜坡的形態 到底什麼時候有突破我都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能夠成功突破的話 技術上來說可以進一步嘗試 是4元甚至乎去一年來的高位4.32元 看圖就已經知道 整個形態是處於一個市頂的格局 能不能夠成功突破 看什麼呢?看成交感額 如果動力是有所配合的話 資金是足夠將股價向上推的話 我想一旦突破3.07元 真的會進一步嘗試4元 甚至乎是4.32元 兩隻選一隻 我會選擇雷士照明 如果要買的策略 因為現在摸著高台 是不是突破我也不知道 應該分兩柱或者三柱慢慢賣 萬一是突破了 就再追下去 加住 反過來如果股日又再反覆的話 有資金墨幅下面再分錢買 可以拉低成本價之餘 也可以做一些風險管理 不妨考慮一下 好嗎? 那陳詩仔好嗎? 加每一字等一等 葛珊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買一萬股 現在可以先買一半五千股 當然知道 如果你買的數碼比較大些 就多分兩三柱 就比較保險些 是的 多謝陳詩仔的電話 再聽家庭觀眾范小姐 范小姐 早安 我想問一下坐演 可不可以追陸校 如果你連續校園移民都走上去 現在我覺得不太升 不是很升 不是很升 不是買不買得到 好 財險現在做11.2 升1.8% 有沒有追落後的疫苗在這裏呢? 但是之前看到 習近平去美國就說 開放汽車保險這個市場 即是一些外資行 就可以進來中國市場 那時候財險都 因為這個消息都跌了不少下來 是啊 以往來說 就是內地最大的產險機構 如果你說第三保 只是內地 每年新增落地的汽車 都過千萬台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還有一些產險的 一些保費收入 也是相當大 但是如果這個市場真的一旦開放的話 老老實實 外資一入手的話 一有競爭的話 我相信就會接受很大的挑戰 相對來說 如果是要買保險股 其實有很多選擇 中仁壽我講了很多次 不過當然知道 來到現在這個二十四個多 相對十八元十九元上來 好像升了很多 大部分都會採取官網態度 反而財險 一直都是十個零幾 十一元之間 徘徊 但是技術上 它是有利於進一步突破 不過基本的條件 老老實實 如果兩者比 一定是中仁壽強過去的 看看估值 以往值來說 22倍的市盈率 一般便宜就不算特別便宜 不過也不能夠說太貴 我想是中性 短期來說 如果要買的話 真的要看十一個半的阻力 如果成功突破十一個半的話 進一步向上望 可以是十二個半 甚至進一步推高都還可以 但是剛才提到一點 如果這個產險的市場 真是開放的話 對它來說 是會帶來一定的挑戰 我覺得賣少少就沒有相關 但是如果資金得一注 我是說得一注 如果說幾隻保險股來選的話 我會選中仁壽 不過當然是 是撐低少少才來買 至於財險 如果這個組合裏面 資金是比較足夠的 賣少少放在這裏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好 凡事仔好嗎 明明 謝謝 謝謝 郭老師 都和你看看現在整個 受險股的版法 表現是怎樣 見到中國人壽方面 現在是做24元 升3毫子 升科1.27% 中國平安方面 做66.7 升9毫半 升科1.4% 財險方面 升1.8% 做11.2 升2毫子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太平方面 做17.6毫子 中國泰保 做26.9毫半 升1毫半 新華保險 做33.7毫半 升4毫子 郭老師 很久沒有跟你說過 現在內銀股的表現 之前急升上來 但見到高位都整顧了很久 問一下郭老師 尤其見到建行 好像在十天、二天線這個位置 不斷徘徊 其實現在內銀股怎麼看呢 如果中央方面繼續不放水的話 是不是都要繼續這樣還行呢 其實內銀股 大家要看看它的股值 相對來說 現在大概7-10倍的市盈率 就不算是貴的 息率以往值來說 都有4厘 接近5厘 再看看中央的政策 其實去年11月底 下調了半個百分點的銀行準備金 今年也下調了半個百分點 而我個人看 由於需要為市場資金緊絕的情況 私以私換 所以我只覺得今年可能 兩至三次進一步下調的銀行準備金 其實每下調半個百分點的準備金 意味著有4千億的資金 將會拆出去市場 對內銀股肯定是正面的 再說 好像幾隻內銀股 其實現在全部都在高台上整股 因為大市本身屬於咬著高台北方 其實過去去年8月9月 其實不少基金 因為面對客戶的熟悔 都需要大手地減持手上的組合 有部份的基金可能是沽果籠 所以拿著現金比例是比較偏高 市如果低迷當然壓力不大 但如果市一抽回來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你很難和基金持有的人交代 如果市萬一再向上行的話 你拿著大部份都是現金的話 但是很老實說 基金經理真是分分鐘被炒油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一分鐘的市跌不下去 或多或少 真是有些資金 一直以來都沒有怎樣入市 變成市盤著高台 他又不會追 他又不會搶 因為升了那麼多 但每一陣子回來 都放手去買一些 其實買一些資金 可能是以天文數字的億億聲計 所以令到大市真是咬著高台 整個星勢肉霸不能 幾隻來銀股 值得一提的就是建行 下個星期一3月5日開始 有兩件事大家應該知道 交易時段由12點鐘收市 上午下午1點半開始 提升到1點鐘開始 即食飯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第二件事就是 恒指成份裏面的組合 股份48隻沒有變 但股份本身佔成份的比重 略為調一調 包括匯豐微調了少許 中移動也微調了少許 但相反而言 建行略為提升 由7.37%提升到佔8.51% 即是算匯豐之後 恒指成份第二大 指數相關的基金 是需要按比例去增持的 亦都解釋得到 為何這段時期 建行的走勢總是強於大市 5.62、5.63 技術上來講 講講公行 另外建行6.53、6.54 相對6.6人錢 都是差幾分錢 一旦突破的話 進一步挑戰 應該是6.8甚至7元 剛剛郭Sir提到 下個星期就會調動街易時間 我們《要財財警台》 都會繼續為大家緊貼大使 上半週由9時15分開始 有我們直播節目 去到下午12時 其次下午1時 我們都會和大使同步 開始我們的節目 待會再談